那首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確定病例 那沒有本土病例 也沒有死亡的個案 那境外移入 有12例 那這12例為九男三女 那從越南有3例 印尼有6例 緬甸 柬埔塞 中國各1例 那入境的時間11月11號到11月25號 那持有 搭機前的3日的檢驗陰性的報告 今天新增的12例的境外移入當中 6位是屬於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外籍的部分 3位的這個 漁工 以及有 3位是境外生 不過他們的CT值都還蠻高 都是在30以上 這個大家比較 關切的這個新發現的這個變異株 特別是在南非這邊的 正式的科學名稱是 B.1.1.529 那或者我們就是比較簡略的稱呼 可以把它叫做 是 南非的新的編譯株 他在南非的東北角 這個豪登省這邊呢 已經是快速的攀升 流行取代了當地原來紅色這邊的 Delta 可以看到說在短短的兩週之內 就快速的增加 然後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 主流的病毒株 那因應這樣的一個新的變種病毒株 所帶來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從11月29號臨時起 將下面這個南非 波扎納 納米比亞 賴索托 索瓦地尼 星巴威 列為重點高風險的國家 在抵台前14天內 層次上述這些國家含轉機 那就一律公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 那第16期 我們同時都主要是供應 再來打BNT莫德納AZ的第二劑 及接種第一劑AZ疫苗者的第二劑 可選擇BNT或莫德納 主要開放是這兩 這兩個 一個就是第二劑 相同的第二劑 一個是混打的第二劑 想請問一下 現在出現這款新型的變異株 那我們國內施打第三劑 是否會提前規劃 有沒有一個規劃 打第三劑 基本上我們當然還是一樣 都是要有專家會議來做一個建議 不過我們還在強調一下 第三劑是因為原來的這種的一個抗體 可能在一定的時間之後就降下來了 所以需要來追加第三劑 是這樣的一個思考的方向 而不是針對說有新的疫苗 可以針對新的變種 所以我們要去加打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有專家提出 臺灣的青少年第一劑施打的時間是9月初 接種後6個月 抗體可能會開始下降 認為打BNT第二劑最晚開始的接種時間 應該是明年的1、2月 主委中心怎麼看 如果打第二劑這個事情 我們這禮拜天專家就會討論 我們看到討論的情況 怎麼樣 再跟大家來報告